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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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現場的愛多美的家人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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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不是那個男生的經營者 可以這個不用麥克風大喊三聲早上好嘛 所以我走我自己的風格早上好 對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吳怡婷來自台北戰前教育中心 那很開心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為大家簡短的時間來分享愛多美的獎金制度 那其實因為我在經營愛多美之前 是從事醫事人員的工作 那完全沒有任何傳直銷的一個經驗 所以以前的我其實對數字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都覺得很少 因為以前的收入不多嘛 那開始進行愛多美之後 會對這個獎金制度會越來越有興趣 那其實我也是鼓勵大家 真的還是要花點時間 好好的了解愛多美的獎金制度 因為就很像是 假如說你現在想要從彰化鹿港 然後出發到可能台中好了 那這段路程如果說你不曉得怎麼走的話呢 你是會覺得有點迷惘 迷失方向 甚至你不曉得你要花多少的時間 付出多少的努力 那我覺得當我們身為愛多美的經營者的話呢 你好好的了解獎金制度 你了解你到底要花多少的時間 做多少的事 才可以得到多少的收入 那你在努力過程中你會比較有方向 也比較不會有那種迷惘 或者是疲倦的感覺 所以真的獎金制度很重要 那這個獎金制度啊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啊 當時的我為什麼會選擇投入 這樣子所謂的 以絕大多數人的眼光中 還是不太喜歡的 傳之銷的行業跟這個領域呢 那當然就是因為愛多美的教育系統 我覺得愛多美的教育系統非常厲害的是啊 它可以不會有個人的色彩 它完全原知原味的透過董事長的話語 董事長的影片 董事長本人 甚至很多董事長的分身來告訴你愛多美事業的願景 跟它公司的整個經營的一個理念 所以連很多的這個傳銷素人 或者是不喜歡傳銷受過傷的人 甚至是有非常傳銷經驗的人 他都會喜歡上愛多美這家公司 那其實尤其是對我們這種沒有經驗的人啊 有愛多美的成功教育系統又更好 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子帶領組織的一個經驗 那因為有這個教育系統 所以大家可以來到這邊並列式的學習 我不用說我學會再去教我的夥伴 我帶著我的夥伴一起來這邊 大家並列式一起學習 一起成長一起學做交 這樣才會越做越輕鬆 所以真的啊 那這個三個成功系統 有分三個嘛 一個是中心的課程 然後一個是全台灣各地的這個一日研討會 以及今天的成功學院 那我自己的感覺啦 如果說你想在愛多美一個月多賺兩三千的話呢 那我覺得去中心的課程應該綽綽有餘 如果你想在愛多美一個月額外賺個兩三萬的話呢 那你勢必要去到一日研討會 如果你想在愛多美一個月有機會月入二三十萬 甚至兩三百萬的話 要來到哪邊 對 就是成功學院 因為成功學院 我們可以在這邊見證成功 學習成功 甚至也可以讓自己真正的一個成功 所以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愛多美獎金制度的一個架構的話 就包含說這個錢的分配 那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愛多美是直銷公司嗎 是啊 因為所以有獎金嘛 所以我們是直銷公司 只是當你聽完它的獎金制度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一家很不一樣的直銷公司耶 不一樣在哪邊呢 由我來為大家做說明 首先第一個 愛多美公司最厲害的就是它的這個大眾精品的策略 也就是愛多美商品的品質非常的高 絕對優良的品質 但是價格就是非常的便宜 絕對低廉的一個價格 所以用年輕人的話語來講的話 就是CP值很高 性價比非常的高 那尤其是現在大家是不是景氣不好 收入也有限 所以買東西會變得比較斤斤計較 可是你又不想要讓你用的東西品質變差嘛 對不對 你還是想要維持好的品質 剛好愛多美的這個策略 CP值高的商品就符合我們台灣的這個 或者是全世界的整個不景氣的這個市場面 所以我覺得愛多美的這個策略 也因為它這個策略可以讓它在全世界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旋風 就是這個絕對優良的品質跟絕對低廉的一個價格 所以當我第一次用了愛多美的BB霜之後 非常的厲害喔 我每次只要有擦愛多美的BB霜 就會怎麼樣 對 等一下我私底下送你黑蒙印一包有沒有 對 就會有人說我皮膚很好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啊 這一家公司的產品怎麼會不只讓顧客成功 還讓顧客整個心情很好 甚至喔我原本都沒有想要經營愛多美事業喔 可是我會想要不斷的回購 購買愛多美的BB霜 我都沒有想要經營 卻想要購買這家的商品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就想到說那這就是商機所在 我不是因為經營 我不是因為被強迫 我不是因為公司的規定而購買 而是我爽 我心甘情願 我自主性的購買對不對 為什麼爽 因為每天都被說皮膚很好 我想說剛好這麼厲害 那真的愛多美的這個產品就是這樣 所以也會讓非常多的沒有經驗的人 也會想要 不喜歡船直銷的人 也會想要投入愛多美事業 所以在公司啊有個統計的資料 所有的成功者 就是領袖俱樂部跟皇家俱樂部的成員啊 聽說有70%都是沒有經營過船直銷的 我就覺得太好了 是不是 那接著的話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愛多美加入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一個會員制的網路大賣場 會員制的 所以當你不是會員的話呢 你必須要找一個會員 來當你的介紹人 透過他的介紹我們才能成為 愛多美的這個網路的一個會員 那加入會員的話 基本上沒有公本費的一個問題 全世界10個國家都沒有公本費 只是在台灣比較特別 需要著收50塊的公本費 因為台灣法規的規範 公平交易法的規範 所以我們所有台灣的會員啊 在加入的時候 要寫紙本申請書 然後親自黏貼證件 然後再繳到我們的總公司 來做一個認證的一個動作 好 那接著也是 就是愛多美的這個制度的設計 我也是覺得它很厲害的地方是 在愛多美它不會強迫你每個月消費 沒有強迫每個月強迫消費 以及領錢沒有責任額 所以呢今天你想買就買 沒有人會強迫你 那我覺得啊 我的個性比較反骨 只要有人強迫我 我就會比較容易不爽 所以就不想要做購買對不對 可是今天要是沒有人強迫你的話呢 我就想買 甚至以前蜂蜜 不是要四盒才會最便宜嗎 每次買都會有點不開心 我就是被強迫要買四盒 才會最便宜 那自從它開放變成單一 一盒就最便宜的時候 我就一次買三盒 對 因為我開心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當所有的強迫規定 都沒有的時候 你想買就買 你會買得很開心 甚至你今天在愛多美已經成功 你有獎金的收入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每個月要做一些業績 做一些責任額 那很辛苦耶 永遠都不能退休耶 所以我覺得真的只有在愛多美 才可以達到辛苦一陣子 然後呢享受一輩子喔 這是真正的 因為有很多外面的傳銷公司 我側面打聽發現 常常都是辛苦一輩子 但享受不到一陣子耶 因為他們都有每個月的責任額 不斷的要去完成 可是愛多美領錢是沒有責任額的 包含像是我們的右手邊 有非常多的領袖俱樂部的成員對不對 他們一個月可能有三十萬五十萬一百萬 不能講太多你們會跟他們借錢嗎 好的一百萬以下就好了 他們每個月領這麼多喔 但是只有一年消費一次愛多美的商品 你就可以維持會員資格 那當然商品不限金額 現在最便宜的是什麼產品啊 對剛剛說要才85塊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裡啊 有的人會有點疑惑說 蛤 你都一個月領這麼多錢了 然後公司卻沒有強迫說 你每個月要買東西 甚至所有的會員也沒有規定 每個月要強迫消費 那錢獎金怎麼來 會有很多人有這樣子的疑惑對不對 其實啊愛多美賣的是生活日用品啊 每天都要刷牙洗臉洗頭洗澡 還要用衛生紙 我還很喜歡喝咖啡很喜歡喝黑毛衣 這些東西我每天都要用 所以愛多美的商品 我大概一天要用到30種到40種喔 平均這樣算下來 你認真算的話 是需要用到30種到40種的 那這樣子 根本不用每個月強迫從銷啊 我每天都想要買耶 我今天買牙膏 明天買衛生紙 後天買衛生棉 大後天買洗面乳 大大後天買防曬霜 大大後天買玫瑰盆 我每天都買啊 我沒有每個月從銷的問題啊 因為我用完我就想要買啊 所以我從來也不會有退位的問題 我會一直不斷的有PV的產生 所以當然經營者也會一直不斷的有收入來源 所以跟強迫從銷 一點關係都沒有 跟我們愛多美的商品 它是生活日用品 它會自主性的回購有關係 所以一個事業可以做多大 跟市占率市場性有關 而愛多美的這個策略 可以讓我們搶下非常多的消費者 消費者越多我們市場就越大 我們的營業額跟業績就越來越高 也就是我們的經營者的收入 當然也會水漲船高 好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在領錢之前 大家一定要了解 當你上愛多美的官網購物的時候 每一項商品它都會提供你點數 點數就是PV 那舉例我們愛多美的明星商品 蜂蜜影的話呢 它一盒3000多塊可以吃一個月 它的PV就有35000PV分數 它會給你積分 那積分是用來累積換現金的 那或者是愛多美的益生菌 它一盒120包 四個月的分量 就給你多少PV 兩萬六的PV 有兩萬六的分數喔 那所以我們金額小 但是PV是非常多的 分數很多的 好 那PV的話呢 它有分成兩個 兩種條件 兩種領錢的一個資格 當我們的PV 我們成為愛多美的會員 用自己的帳號去購買商品的時候 你的PV分數就會累積在自己身上 這叫個人消費產生的PV 那個人PV的話呢 它是不限時間加總累積的 終身累積永不歸零的概念 那個人的PV的話呢 最少要達到一萬分 那大家不要擔心 一萬分差不多新台幣 五百塊到一千塊左右的商品 看你買什麼東西不一定 那一千塊左右的商品 你個人消費就達到一萬分囉 那這個時候你的身分 就成為銷售代表 也就是啟動了分紅權 你具有領錢的資格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未達一萬分的話呢 你介紹再多人 他買再多東西的話呢 你都沒有分紅喔 所以一萬分很重要 那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身分的話呢 就是經銷商 也就是自己個人 一輩子累積的總消費 不歸零的已經達到了30萬分 30萬分 那這樣的話就叫做經銷商 那在以此類推 結出經銷商的話就是70萬分 代理商的話呢就是150萬分 以及最高的這個經銀代理商240萬分 那大概金額的話呢 差不多新台幣 大概扣你把它扣一個零 30萬PP差不多就3萬塊 70萬PP的話差不多就是7萬塊台幣 150萬分就是15萬塊台幣 240萬分就是24萬台幣 這是一個人一輩子累積的總消費 所以當有一天愛多美台灣的商品 不是只有100種 像韓國有300種 甚至將來連青菜蘿蔔豆腐 柴鹽油米醬醋茶 都有的買有的賣 你積分有沒有辦法達到 當然可以達到 所以達到個人積分根本不是問題喔 好那自己的身分啊 買的多 越高的話呢 有機會領的多 因為你是大股東 那如果說有分紅的話 當然公司的分紅就會把分紅給大股東 給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說你是小小股東銷售代表的話 有分紅就會分的比較少 這個很合理嘛 根據股東的大小來做一個分配 好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這邊你可以看一下說 自己的話呢 就是在組織圖 你會在你的組織圖的最上面 然後架構兩個自動的消費系統 也就是你的自動的賺錢系統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好像是加里亞的水龍頭打開 會有錢流出來 有沒有可能家裡有這種水龍頭 怎麼可能有對不對 對想太多 對那這是一種比喻 那艾多美的這個架構這個消費系統 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很像是你家裡打造了這個自動賺錢系統 好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來先講一下艾多美的組織型態 它是最簡單最人性化 而且有互助的雙軌制 也就是兩條線 那同時搭配無線帶的一個延伸 也就是說你兩條線上 左邊跟右邊 你推薦的或者是他們交錯在推薦出來的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推薦出來的 左邊跟右邊無線帶 第100個 第1000個 第1萬個 消費產生的點數都可以算你的 這就是無線帶的一個概念 那也因為無線帶更適合做跨國市場 尤其是艾多美已經有11個國家了 美國 日本 加拿大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柬埔寨 泰國 菲律賓等等之類的 已經有11個國家了 那這些已經落地的國家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介紹 或者是朋友朋友的轉介紹 他可以成為我們消費網路上面的一個會員 他消費產生的點數都可以算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到國外 再買一個經營權或者是等等之類的 你在台灣 一地註冊 就可以經營全世界的流通大賣場 艾多美就是這樣的一個事業 那所有的PV也就是分數的話呢 是全球累積核算 所以不會有分國家的這個區分喔 很簡單沒有任何的陷阱 好 那實際的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組織型態 雙軌制大家在最上面 那大家想像一下 因為我們是不是都有一個推薦人對不對 推薦人也有他的推薦人 那我們也有自己想要推薦的人 介紹的會員對不對 我比喻一下好了 你把你的推薦人啊 上面那些人有沒有 把它當成浮雲就好了 浮雲飄過就好 謝謝 謝謝 有時候遮個魚 遮個魚或遮個羊就夠了 往上看沒有任何的意義 往下看是一片江山 是嗎 是 所以今天 謝謝大家 所以今天你的獎金 你的收入跟服務運有沒有關係 沒有 你的獎金你的收入來自於哪邊 你的江山 那當然他們也是我們 我們要好好照顧對不對 不是我們賺錢工具 我們是要互相成就的 所以一片江山大家就往下看 你兩條線目的 你的作用就是透過分享愛多美的產品 架構你左右兩個自動賺錢的消費系統 架構你的消費網 雙軌制拉伸 做強健的話呢 你的收入自然就會而然的產生 好 那無限大的一個延伸 那當然透過你的介紹 朋友朋友的介紹 可能有的人他只有一條腿也沒關係 你就是繼續往下找人 繼續往下丟人嘛 因為其實愛多美的產品非常的簡單 每個人都要用 就好像是你把衛生紙放在臉上 衛生紙會這樣飄動有沒有 還有在呼吸的是不是都需要用愛多美的產品 是的 對 所以呢 不會有沒有人脈的問題 只要活著的人 都是我們可以推薦跟分享的對象 所以很簡單的 有人說親家五十啦 朋友六十 那加起來是不是就110個人 對啊 那你至少有110個人 可以介紹跟推薦耶 對不對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推薦的話呢 我們很容易的很簡單的 就可以架構我們左右團隊的消費網 消費系統 然後讓他們也喜歡上愛多美這個品牌 讓他們喜歡在愛多美的品牌 官網上面做購物的一個動作 我們就會開始有收入了 然後跨國連線 以及這個PP是全球總計的 那獎金發放的部分的話呢 來講一下我們總共有四大項的獎金 第一個叫做安置組織獎金 又叫做對碰獎金 第二個的話呢 叫做領導貢獻獎金 又叫做全球分紅 第三筆的話呢 成就進階的獎勵 這個是一次性的 當你成為挑戰大師聘接的話 公司會給你一次性的獎勵 那第四個的話呢 是全台教育中心的這個補助的津貼 那現在講第一筆安置組織獎金 佔了總獎金的44% 44%喔 所以是不是將近一半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絕大多數的會員 初階的經營者 你的主要獎金的收入就是來自第一筆 安置組織獎金 那安置組織獎金你看它字面上的意義 安置組織 所以要怎麼獲得這筆獎金呢 就是我們成為愛多美的產品的愛用者 你成為產品的代言人 成為產品的達人 透過你的分享 介紹你周遭的朋友 什麼東西好用 什麼東西試試看 用用看 回去使用看看等等之類 透過分享產品架構把它安置在我們左右團隊 這叫安置組織獎金 這個第一筆獎金的話呢 怎麼領取呢 我來往下看一下 舉實際的案例 我們安置組織獎金的話呢 它是每天都會結算的 每天都會結算 那每個禮拜三 一直到下個禮拜二 這叫一個禮拜 那它每天都會結算 那如果說你有達標的話呢 它就會結算獎金給你 如果沒有達標的話就保留 保留到你有達標的那一天 那一個禮拜結算 加在一起的話 因為它每天都結算 不可能每天結算就匯錢給你 這樣很浪費手續費嘛 所以一個禮拜結算完之後 從上禮拜三到這個禮拜二 結算完整之後 我們的獎金會在隔週二入帳 所以說 如果你每個禮拜都有獎金 甚至你每天都有結算獎金的話 是不是每個禮拜二都會有獎金入帳 所以其實在愛多美是領週星的喔 你是每個禮拜二都有機會領獎金的 好 那這筆獎金的話呢 它除了日節 所以我們習慣把它叫做日節週領 的概念就是這個 好 那怎麼領呢 原則上大家 如果說今天這邊聽不太了解的話呢 你可以回去翻你的營運規章 或者詢問你的這個上限領導人 他都會講得更詳細 怎麼領錢看兩個部分 一個是自我的累積消費 最少要一萬分 甚至三十萬分或七十萬分 以此類推 那團隊的業績的話呢 左團隊跟右團隊 一定有大團隊跟小團隊 那大小團隊跟人數沒有絕對的關係 跟業績比較小的那叫小團隊 那小團隊最少要達到三十萬分 這個時候你就達標了 達到領錢的資格了 當你自己是一萬分的時候 你的小編的團隊是三十萬分 公司會給你差不多 這邊點數有寫到五點 那以目前匯率換算下來的話呢 一點差不多新台幣一百五十塊 一百二十塊到一百五十塊 它有浮動的 所以五點的話呢 差不多新台幣六百塊的一個獎金收入 好 那再往上看的話呢 如果說當你自己個人的消費 已經不是一萬PV了 已經漸漸累積到三十萬分 三十萬PV的時候 這個時候同樣的小編的團隊 都一樣是三十萬分 你可以領三倍的獎金 也就是十五點 那一點是一百二十塊的話 十五點就是差不多新台幣 一千八百塊的一個獎金的一個收入 那這一筆獎金的話呢 它可以這個隨著你的組織的人數 越來越多不斷的倍增 不斷的介紹 不斷的經營之後的話呢 至少一天 最多一天有機會達到四萬塊台幣 不是只有一千八六百塊而已喔 有機會是可以領到一天九千塊 一萬三 甚至一天最多的話 有機會領到四萬塊台幣的 那如果說一天四萬塊台幣 一個月多少錢 你們不喜歡安置組織獎金是不是 多少錢 是不是一百萬對不對 所以在愛多美光是第一筆安置組織獎金 就可以讓你月入百萬 年收千萬 夠不夠 真的嗎 看你這麼小聲有沒有 好 謝謝 所以其實除了第一筆安置組織獎金之外 我們還有第二筆獎金 就是剛才講到的全球分紅領導貢獻獎金 兩筆加在一起的話呢 就有辦法達到月入三百萬 所以接著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領導貢獻獎金 那領導貢獻獎金要怎麼獲得呢 就是當你的左右組織 左右的團隊 它已經達到一定的人數了 達到一定的一個量了 甚至開始有經營者產生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你就變成是領導人 你要去帶領這些夥伴的成功 所以這時候公司就會額外的 再給你另外一筆分紅 叫做領導貢獻獎金 那領導貢獻獎金的話 剛才有講到佔了總獎金的二十百分 所以其實也蠻多的 那怎麼領呢 每個月分成上半月跟下半月 上半月的話就是一號到十五號 下半月就是十六號到月底 月底可能28 29 33 不一定就是看月底是哪一天 那這個週期是非常的固定 一定就是一到十五 十六到月底 二號到十六不算 一定就是一到十五號 這是公司很明確的規定 所以你要在這個週期之內 達到公司的這個標準 它的這個一個要求的話呢 你就會領領導貢獻獎金 所以它是每半個月結算 一號到十五號 那考核週期的話呢 如果說你合格的話 公司就會在 假如說你是一號到十五號 考核 成功的話呢 公司的獎金會在下半月 也就是二十二號的時候 錄獎金給你 那如果說你是在下半月 也就是十六號到月底 達成標準的話呢 你的獎金會在隔個月的七號 錄账給你 所以加上第一筆的安置組織獎金 每個禮拜二都有獎金嘛 一個月有四次 再加上這筆獎金的話呢 是一個月最多有六次領錢的機會喔 好 那這筆獎金 我們再來講的比較詳細一些 它總共分成七個大師的聘階 從銷售大師開始最初階 再來是鑽石大師 玫瑰大師 星光大師 皇家大師 王冠大師 跟尊王大師 總共七個大師的一個聘階 那首先第一個銷售大師是愛多美最重要 最初階也是最根本的大師的一個聘階 叫做銷售大師 銷售大師怎麼達成呢 自己個人的累積消費 來到了七十萬分 差不多新台幣七萬塊左右的一個累積的消費 所以是從一萬買到三十萬買到七十萬分喔 差不多七萬塊 好的 那這個時候你的左右團隊 必須要在半個月的週期之內 也就是一號到十五號 或者是十六號到月底 必須要在半個月的週期之內 左團隊跟右團隊各自達到250萬分 他幫你加總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一筆獎金啊 我覺得很像是額外又再多給你的 因為呢我們第一筆安置組織獎金 不是每三十萬分就結算一次嗎 每三十萬分就結算一次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在半個月的時間 累積非常多的三十萬分 可以累積到250萬分的話 差不多是七次到八次對不對 250除以30差不多七次到八次的話 你就達到這個銷售大師的一個考核的標準 公司會再額外的給你全球PP的10% 所以銷售大師的全球的分合是10% 差不多新台幣一萬二到一萬三台幣 這是半個月的獎金喔 那一個月算下來是不是兩萬三到兩萬六 兩萬四到兩萬六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一個額外的獎金 所以原本的安置組織獎金大概三到四萬 再加上兩萬四到兩萬六 你一個月的保障收入就是六萬塊台幣 在愛多美恭喜你成功的退休了 將來出門在外注意行車安全 不要被車撞到 是不是因為你要活的 謝謝 對 因為要活得久才能領得久嘛 我就跟大家偷偷爆料一下 像我的推薦人 像一個月賺100 又講太多 他賺比較多對不對 他出門在外過馬路 都特別的注意左右的來車喔 因為怕他不小心是怎麼 對 所以當你真的覺得你自己成功之後啊 你知道你的收入會每個月不斷的進來的時候 你會非常注重身體的保健 魚油也都吃很多顆 你們試一下再問他魚油吃幾顆 因為我現在不敢講太多顆 怕我誇大聊笑 好 那鑽石大師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愛多美的第二個聘接 怎麼達成呢 自己個人的累積消費 已經從70萬分漸漸的累積 來到了150萬分 差不多新台幣15萬塊 然後這時候你左區跟右區 不管是誰推薦的 不管代數的限制 不管國籍喔 只要左區跟右區各誕生兩個銷售大師 必須要在半個月的時間達成 1號到15號或16號到月裡 在半個月的時間達成的話呢 你自己就被自動晉升成為鑽石大師 那鑽石大師的分紅的話 差不多就是2萬塊左右 好 那再往上看的話呢 玫瑰大師的話呢 就是你自己個人的消費 已經來到了240萬分 自己個人的累積消費 已經來到了精英代理商240萬分了 然後左區跟右區一樣的 不限國籍 不限代數 不管是誰推薦的 各產生兩個鑽石大師 你就成功的精神成為玫瑰大師 好 再往上看喔 星光大師比較特別 因為這比較不容易挑戰嘛 所以你必須要維持玫瑰大師 三次的資格 那當然不限時期 不連續隨便你 你只要達到三次的玫瑰的一個聘接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 如果說你左區跟右區 一樣各誕生兩個玫瑰大師 你就可以成功晉升成為星光大師 好的 再往上看的話呢 皇家大師的話 一樣的維持同一個級別 也就是 星光大師三次之後 第四次就可以晉升成為皇家大師 就是左兩個星光 右兩個星光 好 再往上看 王冠大師的話 以此類推 左邊兩個皇家大師 右邊兩個皇家大師 然後再往上看 左王大師的話 就是左邊兩個王冠大師 右邊兩個王冠大師 所以在愛多美的話呢 他的獎金制度 尤其是第二筆 領導貢獻分紅的話呢 領導貢獻獎金的話 他有一個特色就是 魚幫水 水幫魚 你會很想要幫助夥伴的成功 你會很想要成就他 因為當你成就他 你自己也會跟著一起成就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獎金制度 我們會上下先是非常的 非常的齊心合力 互相幫忙 一起來挑戰愛多美這個大師的一個聘接 那接著的話 來講一下這個成就進階的獎勵 就是當你挑戰大師的聘接之後 公司所給你的一次性的獎勵 那第一個銷售大師的話呢 公司會給你明星商品 包含蜂蜜 六建築 以及清潔式建築 這是愛多美的明星商品 那我自己覺得比較吸引人的是啊 愛多美的銷售大師的年收入 差不多就落在了80萬台幣到100萬台幣 還有這樣子一個持續性的年收入喔 好 那再往上看第二個聘接 鑽石大師的話呢 給你一次性的獎勵 除了明星商品之外 公司再給你價值差不多新台幣 2萬元的平板電腦 或筆記型電腦等值的一個商品 那愛多美的鑽石大師年收入 差不多落在100萬到200萬台幣之間 好 再往上看 玫瑰大師 這個時候公司就會給你現金獎 跟旅遊券了 旅遊券兩張 送你到整個東南亞地區 兩人 兩人大概五天四夜的這個旅遊券 以及現金獎的話呢 兩百萬韓元 大約新台幣6萬塊的一個獎金的一個給你 然後玫瑰大師的年收入大概落在300萬到500萬台幣左右 好 那星光大師的部分的話呢 星光大師一樣的給你旅遊券 從兩張變成四張東南亞的旅遊券 那新台幣的這個獎勵的話呢 大概30萬台幣 1000萬韓環嘛 大概30萬台幣的一個獎金的收入 而愛多美的星光大師大約年收入500萬到600萬左右的一個年收 好 那往上看的話呢 皇家大師 皇家大師的話呢 這時候獎勵就非常的豐富喔 一樣有旅遊券 這個時候是四人的旅遊券送你到歐洲旅遊 然後呢 以及現金獎 大約新台幣150萬 然後呢 每個月這個 在韓國它是200萬韓元的刷卡金對不對 在台灣比較特別它把它折合變成 200萬韓元差不多台幣6萬塊 6萬塊直接現金給你 變成你的推廣 愛多美事業的這個推廣的獎勵金 直接現金給你就好 所以不會有刷不完公司收回去的問題喔 好 然後以及每個月 差不多新台幣3萬塊的租車金 租車的一個津貼 其實台幣3萬塊的話 在台灣是不是可以租到蠻好的車子喔 雙B等級的一個車子 那皇家大師的年收入在愛多美的話呢 大概落在1000萬台幣 所以已經成為年收千萬的一個 成功的一個人士了 好 再往上看的話 王冠大師的話呢 一樣的旅遊券歐洲的四人份 然後 推廣獎勵金的話呢 台幣15萬塊是每個月 如果說你有合格的話呢 他就給你推廣獎勵金 然後以及新台幣 這應該是差不多八九百萬新台幣 好然後以及高級的房車一部 那在這裡啊王冠大師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因為我剛加入愛多美的時候啊 那時候愛多美沒有太多的王冠大師 然後我第一次 那時候參加成功學會 有一個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們愛多美的有一個會員 他成為愛多美的王冠大師之後 他是四號金城日先生 因為我剛才沒有講成 有一個某國總統對不對 沒有沒有 好 他呢成為王冠大師之後 得到這個現金獎 差不多新台幣八百萬到九百萬 那時候他發表上台的感言 他說他的這個一致性的獎勵 捐出來做公益 那個時候啊 喔好謝謝 他覺得他很厲害 對 那個時候啊 我在台下聽完 我只有心中出現淡淡一絲的不捨 因為我覺得 那個多錢我已經想好 因為我生涯的國家說都寫好 我要買房買車 要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都已經想好 那時候我那八九百萬要怎麼花 我都已經都想好 可是後來 我又多上了很多次的成功學院之後 我發現說 王冠大師的年收入兩千萬台幣 所以那個一致性的獎勵 八百萬對不對 對他來講 他我覺得他 我開始想像他的人生 因為董事長說 我們要很清晰的刻畫 我們未來想要過的人生 在腦海中 甚至把他寫下來對不對 我那時候已經想像說 喔 如果我成了王冠大師 應該有種感覺 是已經開錢開到燈火啊 是花錢花到囤貨 是不是錢都花不光 還沒有花還錢就又進來了 就像昨天我們的那個董其方 皇家大師他還說 每個禮拜的獎金還沒有花 怎麼錢就又進來了有沒有 對啊他還沒有上王冠 就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上了王冠 一定也都是花錢花到囤貨啊 都一直花不完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覺得 在愛多美三年後五年後 我心中啊下了這樣的一個期許 今天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三年後五年後 吳怡婷成為王冠大師的時候 我也要把我的八百萬 捐出來做公益 謝謝 對 反正因為已經開錢開到燈火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OK 對好 然後呢再往上看的話 愛多美的最高拼接就是尊王大師 那尊王大師的話 公司送給你的獎勵又更加的豐富喔 高級的房車一整台 完整的讓你簽回家 然後歐洲的旅遊券四張 每個月的推廣獎勵已經有三十萬台幣 以及現金獎十億韓元 也就是三千萬新台幣 三千萬新台幣的話是什麼概念 像中樂透的概念 是不是三千萬是這樣中樂透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在想啊 我當時花了五十塊 要是這十年 我都沒有任何的收入 我十年之後成為尊王大師 公司一口氣給我三千萬 你也會付耶 這樣也划算 所以今天大家 花了五十塊的公本費 成為愛多美的會員 只要你堅持不下車 你一定會中樂透 愛多美會給你一張三千萬的樂透 三千萬台幣換算成十年 平均攤下來一年是三百萬 一年三百萬那就是領袖俱樂部的level啦 也是已經都是不一樣的人生了 真的 所以愛多美這個事業非常的大 它可以給你非常幸福美滿 甚至贏得家人的驕傲 跟整個就是自信面子都回來的一個事業 所以真的要鼓勵大家一起堅持 然後除了這些獎金之外 公司還會給你這個辦公室的租金 然後還會送你一個秘書跟司機 那我已經想好了 我的秘書跟司機我都要請男生 然後最好是要年紀二十五歲以下的 對就是開玩笑要逗你們笑而已好不好 好所以大概是你們秘書也不一定要女生 可以請男生啊 對啊好 然後最後他的教育中心的津貼 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目前全台灣有將近四十個教育中心 那各地的教育中心都是福利各地鄰近的會員 所以我們不了解愛多美事業 不了解產品 不了解公司背景的話 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究竟把你的夥伴朋友 帶到教育中心去做運作 那教育中心的這個會員 因為不是公司開 是會員自己成立的 他們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也是要互相的有同理心要體貼一下 要比較好處跟人家問事情的話 那當然他們也會很樂意的來回答解決你們的問題 那最後的話要告訴大家 愛多美事業幫助大家絕對成功的特點 首先第一個 商品的獨佔性 因為我們是會員制的網路大賣場 所以所有的商品必須要成為會員才能做購買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因為是生活利用品 用完了就會想要再用 用完了就需要再用 所以會自主性的自發性的一個消費 第三個因為競爭力非常的強 我們是CP值很高的商品 所以只要用了愛多美的商品 你就回不去了 第四個回購率非常的高 有90%以上 所以身為經營者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的消費者會員 他每個月有90%的一個回購率 所以在愛多美你就會有永續的一個 持續性的一個收入 那第五個的話呢 因為我們公司的研發背景非常的厲害 有國家級跟世界級的研發股東 所以我們商品不用負擔研發費 而且會有不斷的更新跟升級版出現 然後以及最後我們的退貨率 公司幫你做滿意保證 可是也是只有0.2% 所以總共這六大得点 就是在愛多美 絕對品質 絕對價格 而且絕對成功的愛多美事業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獎金制度最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